脱波起时,以维持生命为限,心不贪浊,不得时时不喜,不得亦不忧。 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印度只尊重婆罗门而不知有佛,所以释迦牟尼佛成道后仍要脱波起时度化世人。 自古以来,出家种脱波起时是不接受金钱的,因为波是出家人装食物的器皿,出家人脱波的基本目的是为解决一日一餐,不是要累积财富。 碰到世纪这些,我们到底要不要去布施呢? 我常常跟各位讲,佛陀时代,所有人看到释迦牟尼佛都是用一个欢喜心,种福田,大福田的因缘去布施,不管你布施什么东西,这样的一个欢喜赞叹的心去供养诸佛如来。 但是现在大家想想,我们可能看到世纪的这些法师在脱波,我们或许不是用这样的心,可能是用一个悲悯的心,好可怜啊,这样的功德又有差了。 再者,现在因为世纪碰到一些良悠不齐的身重,有些可能有假和尚之语。 所以有的人在布施的过程,还会想,这是真的或是假的。 当年我们起的这个分别金,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布施的因缘已经不具足。 你不妨把这个你要布施的,不管一百块多少,你投到一个你认知的正确的寺庙的功德箱里面,那么功德还是具足的。 所以我想,目前台湾这样一个脱波的一个或许乱象吧,或许是一个跟佛陀时代不一样的一个脱波形式,这需要这些修行人,学佛人,你们用智慧去判断才是。 佛陀制定脱波,并出家众不得从事生计营业,也不可蓄存财富物资,为以延续色身,掌养会命之故。 出家众为滋养色身,即令众生种福田而起实,其意义包含自立,为杜绝熟事,方便修道。 立他为福利世人,给予众生种福田的机会。 起实是出家众亲近之正命,起实时以维持生命为限,心不贪拙,故得时时不喜。 不得意不忧。 时邦新闻记者来伊荣台北采访报道。